欢迎来到这期的基底修访房屏 今天我是在一个 休斯顿全定制豪宅里面 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拍 全定制是什么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是2018年左右 那个时候是我们刚刚开始 全定制豪宅的业务 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 但是中间由于疫情的关系 有一段时间的全定制豪宅 是平均的状态 现在我们就也重新开始这个业务 今天看到的这一套 就会在休斯顿Bridge Line 非常好的一个社区当中的 全定制豪宅 不得不吹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全定制豪宅的 独特性了 这是一个全现代风的全定制 所以它很多的元素 都是特别符合 现在我们对房租要求的 而且它会有一些地方 特别惊艳到你 比如说我们进行今天的 这个大客厅的通透感 还有它的整体的这种 固形的方正感 都非常的好 其实很久之前 对全定制豪宅这么一个概念来讲 大家都觉得豪宅就应该是那种 叼着花的欧洲土豪 但是现在的豪宅完全颠覆了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呢 是一个1500尺左右的全定豪宅 它是在一个100尺宽的土地上 之所以我们要说这些标准 是因为全定制房子 对于土地的宽度的要求特别的高 因为呢土地越宽 房子就可以盖得越宽 房子越宽就显得越豪华 房子越窄就会显得越小气 所以对于很多全定制豪宅来讲 这个宽度很重要 现在看到这一套房子这个地方呢 还是一个隐移型的一个镶嵌式一样 这些呢全部都属于一个装修升级的项目 也就是全定制当中 你想装的有多好就可以有多好 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是要花钱的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套呢 它的基础的建筑结构的价位 大概在150多万起 那这个价格呢 是不包含了一些装修升级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个全玻璃的一个漂亮的书房 像这样一个全玻璃的漂亮的书房 是要带加钱的 如果不加钱的话 会是一个普通的书房 就不是这样的全玻璃的感觉的书房了 还有很多地方是全定制和普通的 就不一样的点 比如说你看 这个楼梯它就是做了一个悬浮楼梯 这种悬浮楼梯的造价成本比较高 所以光加一个悬浮楼梯 基本上就要花掉大概六七万美金左右 所以像现在这种看到的 我说的型布鲁梯玻璃书房 再加上大双开门等等 全部都是升级项目 所以基础结构价格再加上升级 再加上土地价格 才会是全定制房的最终价格 那像今天我看到这个全定制房的样板间 它的最终价格大概会在200到250之间 主要就是看你对装修的需求到底有多高 那这个房子的门口呢还是一个套间 并且全定制房对层高的要求 也是可以按照你的意愿来公改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的层高 在我现在站到的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大客厅的位置 这个层高是21尺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看一个主卧层高 这个房子的主卧呢 就是在整个房子的右手边 是一个全都开放通透式的一个这样的大主卧 它的洗手间也是这种开放的 但是如果您不喜欢这种开放式的 完全没问题 就给您做封起来的普通的那种 封闭式的主卧洗手间 而且呢现在还有一种设计是非常流行的 就是把大的刹尾做得很大 然后把这个浴缸放在这个里面 这样的话您从浴缸洗完澡出来 就可以就不用拎着水 就在这儿拎着水再进淋浴间了 就直接可以进淋浴间 对于家里的女主人或者大座卫生人来讲这一点 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转过头去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主卧 这边呢就是它的主卧 主卧的挑高在最高处大概是14尺 在最低处大概是11尺 因为这个主卧的这个顶是一个斜着的顶 它就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造型 如果您不喜欢这样斜着的顶的这种景观 这种感觉的话 那完全可以给您做那种便宜的顶 你想要14尺 咱就做14尺 你要是想做12尺 咱就做12尺 现在跟着我的脚步 再去它的主卧衣帽间看一下 全定制房的好吃 就一想怎么盖 就给你怎么盖 比方说你觉得这个房子的衣帽间小了 不好看 那么没问题 咱就把它做大 把它可以做大两倍三倍 只要你愿意加钱做多大都可以 这个全定制房就是说 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所以说有非常多的一些可选择性 现在呢就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全定制豪宅 特别特别值得称赞的那种结构性的亮点 跟我走吧 我们走到了这个位置 这边呢其实是它一个早餐厅的位置 但是它这个位置比较大 所以早餐厅和主餐厅放到了一起 从早餐厅主餐厅走过来 还有一个空间 这就是一个活动空间 我经常在介绍豪宅的时候会说 豪宅必须具备社交属性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活动空间 就是这套豪宅的社交属性 还要顺便说一点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它全部都是storefront这种大窗户 像这样的大窗户属于一个装修升级项目 也就是说在我报的基础结构价格当中是不包含的 那它包含的是什么呢 包含那种普通的 从这儿到这儿 这种普通窗户是包含的 那走到这边 这边呢还有一个开放式的放映厅 这个开放式的放映厅呢 就是隔一效果可能不太好 所以你要是在这种开放式的放映厅 唱个歌 做成KTV就有点影响其他的人了 但是没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定制豪宅呢 这个房间可以把它改成工地式的放映厅 就完全没问题了 看完了一楼 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下在一楼的公共区域的一些很奇妙的小设计 跟着我的脚步走过来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一些活动区域 不是不是 这边的位置就是它们的一些功能区域 你看那个门就是从车库走过来的门 我们先看一下车库 这个房子有三个车库 还是这个句话 定制豪宅 你可以做更多的车库 那这边呢是它的第一个车库 另外一边还有两个车库 就在这边 现在一共呢就是三个车库这样的设计 从车库把车停下进来 把衣服包包放到这边来 然后再往里走 旁边就是pantry 这个pantry就是放柴米油盐的 然后呢pantry的旁边就是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没有窗户 但是没关系 这是全定住房 您要是想要窗户 完全没有问题 直接就给您开个窗户 来来来来 再走到这边来 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群体地方呢 它是pantry的权定 但是权定地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建商 也有设计师款的建筑公司 就主要看你想要的方便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pantry 它是有自己的土地的 也就是说您不用额外去买一块自己的地 它就会在它的地上给你盖 而它的这些地呢 你看它有湖景景观的地块 我们现在看到的写的sold 就是它已经卖掉了 然后这些普通的区块也还都在 所以呢 这些如果你选择的话 比方说你喜欢觉得这块地不错 那么11011就是它的门牌号 完了之后 您就把这个房 你喜欢的房子 啪盖到这块地上 那地有一个报价 房子本身按照你 我们出的图纸会有一个报价 最后会完成您的最终价格 所以您的预算大概在200到250万美金之间 做全是一种安全的 漂亮的客厅也看完了 现在就让我们上二楼跟电子 悬浮楼梯 刚开始讲过了 六七万美金 那你也可以不做悬浮楼梯 如果不做悬浮楼梯的话呢 通常加下 不用在结构架架上单独加费用 走上来到了二楼 你才会感受到 它整个的空旷和Open的感觉 你看我站在这儿 这种感受 是不是很舒服 今天还阴天 你看这个房子有多亮 依然二楼活动区域 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像我现在看到这种窗户 这种窗户不是要加钱加装的 这种就是普通定制带着的窗户 所以像这种size 就是普通的窗户 像刚才我们看到一楼的那种 它叫store from 那个就是要加钱的窗户 走过来 你看 全定制的好处就是什么呀 它有五个卧室 每一个卧室都够宽大 全部能坐下 拼着它 然后呢在旁边 这就是它的套件 但是呢你看这个样本间的全定制 还是说有一个缺点的 就是这个洗手间没有窗户 而您要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全定 你可以要求我们的设计师给您设计 全部都坐上窗户的洗手间 定制豪宅 最大的好处是户型完全是你喜欢的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户型 没关系 你喜欢什么 咱们就给你盖什么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就是它另外一个房间 每一个洗手间其实都不是很大 但是呢就是规规矩矩 方方正正的十一天的墙 每一个房间都是套件的 这个房子呢 四千四五百尺 五个卧室 五点五个洗手间 三个车库 这个房子占地也比较大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样本间 我就不拍院子了 我就大概在二楼带大家看一下院子 之所以不拍院子 是因为样本间的院子是没有代表性的 就像刚才我指的地图一样 每一块地都是不同的面积 您要是想要大面积的 可以选一块大地 您要是想要小面积的 可以选一块小地 而今天看的这个样本间呢 它的这个后院的这种感觉 其实是一个普通占地的感觉 它并没有非常的大 但是给到全定制房的普通占地 也有给到两万尺左右 是不是你想要的猛中情房呢 欢迎联系我加微信 或者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吧 我是休斯顿的 基基 我在休斯顿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